八七一条街 擅自减免税负一案 我问了你的几个弟弟 他们都说了 和珅在这个案子里 一文钱也没拿 户部也查出来了 和珅非但没贪 还自己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 为他们填平了所欠的税负 和珅真是 一心为了大清皇室啊 可这件事要翻出来 我大清皇室的脸 就丢尽了 我匆匆离京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还是知道 三弟和五弟一定是请黄阿娘 当说客说情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叫我怎么办 你的几个弟弟啊 也太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情我也说过他们了 他们也深切悔过 他们说 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来 来补税 我看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 就这么算了 那傅一平之死 岂不是太冤了吗 傅一平是和珅杀的 和珅就是为了他们这帮人杀了傅一平 如果朕只是惩罚和珅 而不惩罚自己人 那对和珅是不公平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难道你连自己的弟弟也不放过吗 再说了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 对皇上你 也是很不利的 律法如山 国之根本 朕若守不住这个根本 怎么做江山呢 为了江山 你连手足之情也不顾了吗 朕是大清的皇帝 不是一家的皇帝 手足之情虽重 天下苍生更重 你 你真要审他们 宫儿忘思 请额娘恩准 好 你要是审他们 那就先审我好了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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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